秋老虎发威 天气忽冷忽热 这时如果没有做好保湿 皮肤的水分容易流失 粗糙没有光泽 肤矿也会亮起红灯 所以美妆达人就要教您 如何挑选面膜 以及怎么敷面膜 另外根据个人的肤矿 选择自己最适合的秋冬保养品 做保湿 让您整个秋冬走到哪儿 都能水当当的 最近天气忽冷忽热 化妆的时候还会浮粉 卸完妆之后都觉得脸干干的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皮肤敏感的陈轩 每到秋冬卸完妆洗完脸后 总是觉得脸干干痒痒的不太舒服 到底该怎么办呢 就让美妆达人来教你 如何在秋冬做好保湿 跟肝黄肌说拜拜 肌肤保养前少不了清洁 但许多人或许不知道 秋冬洗脸也有秘诀 水温不能太冰凉 也不能太烫 就是适合自己肌肤的 大概是我们体温再低一点点 想要肌肤快速吸收保养品 就要先做好去角质 加强鼻液及嘴角容易堆积角质的部位 去完角质后 轻拍化妆水补充肌肤水分 再涂上精华液加强补水保湿 最后依据个人肤矿 让肌肤质使用面霜或乳液锁住水分 干性的肌肤你可以使用霜 霜类的 它是比较滋润型的 它就可以比较滋润的肌肤 那如果你是油性或是混合性 你就可以去挑选比较清爽型的 下班后超无聊的 来看剧一边敷面膜吧 平常下班后的陈轩有看剧滑手机的习惯 这时他会利用时间使用面膜敷脸 但选对面膜也很重要 生物纤维是目前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透气性也好 也适合敏感性肌肤 掌握到了秋冬保湿保养的重点后 陈轩表示自己的皮肤有明显的改善 做完保湿之后就会觉得整个 皮肤比较没有那么干痒 而且就是感觉水水的很好上妆 皱皱镜子露出满意的笑容说 终于能够摆脱肝痒跟脱妆的窘境了 案例新闻朱鸿瑜林柏园台北报导